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郭欣纯 你们的好奇的问题我已经收到啰 那就让我来一起回答吧 举重女神为什么你笑起来这么可爱 想被你当杠铃鸡 因为我吃可爱长大的 记得这样 57应该是可以啦 公主抱应该是没有问题 可不可以和女生分享自己的运动时 挑选运动内衣和运动服有什么原则 当然是比较舒适的 像在训练的话 我也会穿比较贴身的衣服 因为毕竟我们的举重的动作是非常大的 我的话就比较就是橘粉那一种 要不然就是那种科技蓝 铁灰蓝 玄冰蓝 对吗玄冰蓝 这是我帮他取的名字啦 最喜欢什么动物 然后你好可爱好喜欢你 应该是狗狗吧 但是他小狗狗 平常重心的菜单都怎么安排 例如说腿部的菜单 这很多人问我 开始打基础的时候 我们是60% 12下两组 100公斤你最好的60% 然后当然还有就是不只是蹲腿啦 就是还有可能做一些鸡群的 辅助的训练这样 然后像骑脚拉车 因为我以前家里很约理学校 然后晚上回去的时候都很暗对不对 就会骑很快训练那个腿 我的那个腿其实有一部分 应该是这样子来的 对 请问新春会下厨吗 是否有拿手菜 荷包蛋 不是那种完整蛋黄油 是会破掉的那种 抓举过头时背部 后颈紧绷到几点 如何改善或克服 虽然大家都对举众的印象就是可能是很刚烈什么的 那其实我们举众还是非常需要柔软度的 对所以一定要拉筋 真的会开早餐店吗 有计划什么时间吗 好想吃到女时候亲手做的早餐 我在佐勋其实很常早餐就是会图那图是吧 拜托 专业的 专业图 专业卡好不好 什么样的人可以吸引女生就 欸 这个嘛 不知道怎么讲欸 就反正就是感觉吧我觉得 有时候就看 欸 就会有 欸 take到这样 对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罗嘉玲 你们的问题我收到了 现在就开始回答你们吧 怎么可以这么可爱 好问题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可以这么可爱 怎么长高 投胎要投好一点 家族遗传这么高 然后早睡早起 就会长高 还有练跆拳道 身高高的好处与坏处 坏处的话应该就是 裤子很难买 然后出去的时候常常会撞到 那好处的话应该就是 人家找你很好找吧 就是人群中最高的那一个 高个女神有什么穿衣服的烦恼吗 裤子买不到合身的 然后人家的拖地裤就变成我的九分裤 如何挑运动内衣和平时运动的健身服 看你运动的强度去选择 低中高强度的运动内衣 觉得自己穿起来合适舒服 然后健身运动时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衣服 就是最好的衣服 比较喜欢深色一点的 然后可是有花纹的也还不错 佳玲姐姐在练习当中 你有没有遇过最困难的事 那当下会想放弃吗 哭一哭就好了 或者是别人的安慰也是还蛮有用的 平常喜欢看什么电视剧 女神将领跟哲人王后还蛮久的 真的让我非常特别喜欢的韩剧就会去追 我是李志凯今天我们就来回答网友的问题 那先来开始吧 体操选手坐云霄飞车是不是都无感 我跟你说没有超可怕快吓死了 从小就不怕镜头人吗 很喜欢奥运直播时对镜头做很可爱的表情跟动作 你是说这个吗 有跟教练撒娇过吗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因为教练很严格啦 那跟教练从小相处就是 算是比较严肃一点 对所以没有没有 对 我还有没有跟小时候的那群孩子联络 有还是有 那有些人离开了 但有些人还在训练 其实我们都有尽量保持联络 那有空的时候大家还是会聚一聚这样子 体操是不是都会刮一毛 这问题我个人是不会啦 那也曾经看过国外选手是蛮炸的状态 对所以应该是不会特别去处理啦 或许有些人会处理 但我是不知道啦 想放弃的时候 什么让我重拾信心 这问题很好 就像人家问我说遇到瓶颈怎么办 我会回答说遇到瓶颈算什么 你还有瓶身跟瓶盖的 各个问题啊困难啊会一再一再的出现 那只有好好做好准备 面对下一个难题这样子 那尽量把自己做到最好 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穿什么内裤呢 贴身的体操裤看不出痕迹 我还是正常穿啦 那我知道有些选手呢 会因为穿体操服比较紧身 他会不穿内裤 是谁我就不方便多说啦 请大家自己注意啊 我是空手道选手文之云 现在要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咯 我们开始吧 马尾到底怎么绑的都不会乱掉 因为我用了很多法蜡 然后法圈的话我也绑了两个 所以当然不会掉咯 最喜欢的名言或是电影 就是我比赛前 因为我状态不是很好 我的运用心理老师 就给我看一部电影 就是那个海洋奇缘 然后有一段是 女主角想要去外海 然后但是失败了 所以她就回来 然后她阿嬷就走到海边 跟她讲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把错怪在猪身上就对了 我看到老师结的那幕的时候 我就整个大笑 我说好 把家人当成猪就对了 可能当下情绪不是很好 但是看到了就是会有一种 很疗愈的效果 好啦我把家人当成猪 可以可以 你这次走 那种感觉 比赛开始前会紧张吗 如何跟自己对话 这样子是一个爱心又超可爱的 所以我上场前就是会 摆在我的脸前 然后跟自己说 文志云你可以的 然后相信自己 知道学姐之前有受过 学姐 比较严重的伤 想询问学姐怎么去面对那一次的受伤 其实我当下选择去面对这件事情 然后寻求外界的协助 当然还有我的家人 跟我的伙伴 然后还有队友 一起让我在那个时候度过难关 但我觉得在路上 其实我学到蛮多经验 就是如何可以在受伤的情况下 你可以最快速的回到场上 然后如何保护自己不在受伤 想知道平时饮食都吃什么 就是都吃得蛮清淡 像是食物的原型啊 沙拉啊或是地瓜啊 然后或是肌肉啊 运动后会补充一些蛋白质啊 就是来帮助自己在运动场上的表现 扛得动男友吗 当然咯 想知道更多的我吗 记得追踪L台湾 还有追踪我的IG喔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